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走 好不著 一年四季刮風下雪 都可以享受戶外烤肉的 秘密基地在這裡 這太誇張了啦 超級澎湃香氣四溢的烤肉盛宴 每一口都開啟你野生的飢餓力 你不知道的大台北景點 都在GoGo監獄 乾杯 各位GoGo監獄的觀眾 我們現代人生活在都市叢林當中 真的應該要抓緊時間 還是要好好的貼近大自然 像是今天查理 他終於很上到的 因為好天氣 所以特別準備了這個露營活動 要帶大家一起來運動 在經歷各種白眼 沙眼 大宵眼之後 我也會進步得好嗎 終於 好啦 你要吃漢堡還是吃Broni 露營活動 我們等一下要運動 當然就是來一個漢堡先 好 我跟妳講 一個很棒的活動 打動人心的活動 就什麼樣場 該吃什麼樣的美食 沒錯 來 你的漢堡來了 太空專用漢堡 它會發出補啾聲 不要破梗好不好 這什麼啦 想像它是太空漢堡 我還用曬秒焦弄的 我不要啦 那吃Broni好了 太空專用Broni那麼硬 感覺都跟鞋墊一樣 真的是用鞋墊做的 我要破梗了 為什麼我一大早的好心情 完全就被你破壞了 搞得那麼衝突幹嘛啦 很好啊 來露營就是要有衝突 才會印象深刻喔 但你的衝突還不夠多 什麼意思 什麼衝突啦 那我先帶你去吃衝突料理 再回來繼續烤肉怎麼樣 好啊 怎麼樣 OK 準備好了 怪狗捷運 Let's go 查理推薦令人印象深刻的 創意衝突料理在這裡 只要搭乘捷運松山新界線 做到公館站出口一出來 羅斯福路四段往水源市場方向走 看到店內有許多帽子的店 就到囉 衝突第一站 用潮牌來讓你震撼 讓你衝突 讓你…讓大家覺得你印象深刻 可是為什麼我們剛剛錄影到一半 要來逛街啊 你看你頭上戴的帽子 我今天送你的這個 還有我這一頂 你看戴上去就很像大明星 我覺得你現在的譚圖很不明星耶 拜託 就很多大明星都戴這個好不好 你看 G-Dragon 阿妹 我的衣靈都戴這個 我的衣靈耶 你是說蔡依林蔡小姐嗎 當然啦 你是蔡邦是不是這樣那麼親切 你看 多好看啊 我的衣靈真有品味耶 我好像懂你說的那種 衝突的感覺了 因為你看它的帽身 是這樣反光的材質 可是它的帽顏是 真的好衝突喔 是不是 馬上讓人家印象深刻了 對啊 但是你不要講了啦 我現在肚子好餓 說好了 吃飯呢 好 依林 那我待會兒再跟你相見喔 好 在樓上跟我走 跟著我 Go… 香港潮牌的超帥氣帽子 獨特皮革的材質 三角形的Mark 與可以調整大小的設計 連藝人們都愛用 只要一戴上 讓你一秒變身藝人 除了帽子獨特 店家還特別在二樓 打造了美式用餐空間 既然帽子都這麼有特色了 料理當然也不遑多讓 一起來看一看 衝突在加碼 讓你把衝突吃進肚子裡面 為什麼要叫它衝突美食 你看這是什麼 上面是什麼 這是一個甜點圈 下面是什麼 我以為這是漢堡 炸雞排 對 你看我這是什麼 Waffle 下面是什麼 下面有雞排 雞排 可是那個是什麼 那不是雞 牛肉 這是雙飽 雙拼 你看甜鹹的概念 好有趣 其實我剛剛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知道我想到什麼嗎 想到什麼 之前美國有一個很紅的甜點 叫Cronut 它就是把Croissant跟Doughnut 合在一起 但是兩個都是甜的 就很搭 可是這個漢堡變成上面的漢堡皮 是Doughnut 是因為我要整你 真的假的 所以人家不是這樣是不是 開玩笑 衝突料理第一位 當熱情的火烤牛肉 碰到浪漫的火烤雞腿 結合鬆餅 生菜與起司 就變成超正點的 格子鬆餅火烤牛肉雞腿漢堡 你不覺得你看到這個兩個在一起 一個是紅肉 一個是白肉 在嘴巴就會紅白炸對它 你不是覺得 還想買一下嗎 好 你這樣吃然後告訴我誰贏了 好 我來 是不是根本放不進去 你也沒吃到Waffle 謝謝挑戰 沒有衛生紙 謝謝你 我要講 嘴巴好複雜的味道 好充足 好充足 突然吃到那個Waffle的層 好充足 好充足 雞 那個鮮甜就跑出來 然後後來 牛又出現 又出現Waffle 好複雜 真是太複雜 太衝突了 甜鹹的口感層次分明 而且不會膩口喔 衝突料理第二位 甜甜圈韓式辣味雞排寶 把甜甜圈當漢堡夾炸雞一起吃 又是怎麼樣衝突的感覺呢 妳的嘴巴炸一下 結果很搭耶 怎麼說 跟我想像中他們會是 三個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不是那麼回事 三個 哪三個 甜甜圈 韓式辣醬 還有雞排 因為本來會覺得你看 有甜的 有炸的 還有辣的 然後我想先講它的醬 好 因為一般韓式辣醬 我們都吃過了嘛 你一吃其實就知道 那就是韓式辣醬味道 但是外面的店 他們好像都已經有一個SOP 做出來的感覺 是啊 所以你一吃你就會覺得 就是韓式辣醬沒錯 但是哪一家店的無所謂 因為都一樣 可是他們的很奇怪 你知道沒錯 但是那個甜 還有辣的比例抓得滿好的 所以吃起來不會非常的辛辣 我覺得不會 而且它那個辣度是在後面 才慢慢的有點After taste出來 自製獨特的韓式醬 讓整體的甜辣口感立體 配上台式炸甜甜圈 與炸過新鮮雞燥肉一起吃 三國鼎麗互不搶味 還能天下統一 口感融合 這裡的食物怎麼這麼衝突 還這麼美味啊 看到我面前這杯飲品 我又食指大動了 很厲害 食指是食指 食指 這個是雞尾酒 對 它怎麼看起來 很像雞尾酒的擺盤方式 而且還旁邊還撒一圈不是鹽 通常馬天妮他們上面撒鹽 這是撒什麼 像雞尾酒的感覺 我喝喝看 我不確定是什麼 有花生醬耶 有花生醬 沿著杯圓 好特別 好浪漫 我覺得它除了杰克以外 肚子有點飽 怎麼會這樣 因為花生醬給你的飽足感很強 剛剛有個漂亮的斷層有沒有 有 很細膩很細膩的奶泡 然後下面是巧克力牛奶 再加上一點點的杏仁醬 杏仁不是很多人不是很討厭 就是很喜歡 是一種近驅的食物 但是因為它非常非常細微 所以幾乎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你就是喝完會覺得 巧克力牛奶滿好喝的 然後有一個味道竄出來了 它是提味用對不對 我可以有請問你一個問題 這也是很多觀眾想問 你看它杯圓醬弄 你要怎麼喝 是這樣順著杯圓醬喝 還是 我覺得你如果真的都想要吃到的話 你就把它鹽到 你看譬如說這邊還有對不對 那我就這樣喝 它那個口感跟層次就會跑出來了 所以不會這樣喝 然後這樣 就全眉口都在吃上 還是你等一下試給我再看 擁有高雅雞尾酒概念 Mr.巧克 每一口都豐富 而且趣味十足 再來 色彩繽紛的種夏野莓冰茶 用藍莓 蘋果 蔓越莓等 新鮮果汁混合 充滿夏日情懷的飲品 怎麼能夠錯過呢 這感覺是一個好少女心的飲品 你上女心噴出來了嗎 讓我真的衝突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藍莓 我剛一直以為它會卡住 它是一顆顆就像那個通車一樣 在雪山隧道通車 一直跑到我 計算好的 所以它不會卡住你的習慣 你看看 又來了 又感覺到它一直傳說 我的雪山隧道很厲害 這一個種夏的感覺 讓我想到以前 我在大學演的那個戲 種夏夜之夢 你是說你曾經風雲過的那一段 當然 我演過皮拉麥斯 它那個愛人的雪絲沛 就喝這個 或是皮拉麥斯是個情郎 雪絲沛 我們今天就在泥外的 墳場見面吧 的確是離大學時代 有點遠了對不對 有點遠 但它是不是很清爽 酸酸 甜甜 非常清爽 剛剛吃了我們那些東西 如果覺得還是有點膩口的話 這個可以解膩 對 再來 重頭戲 我必須說 是不是就跟我今天給你吃的這個 很像 你給我抱回去 看到心情就不好 我正想說現在心情 非常…地開朗 你看我做得非常像 你看好像 哪裡像 你看你這個薄厚薄肚 看看人家的 輸了 而且這個生草顆粒派 你有沒有發現它上面的薄荷葉 已經要蓋掉它的面積 它把它當作蟬 這是我看過最大的一片薄荷葉 感覺今年的收成很好 然後拜託大家看一下它的厚度 好厚喔 天啊 這像話嗎 老闆是不是開巧克力銀行的 隨時都可以提一些出來 沒有太害怕 他們家是巧克力工廠 真的太厲害 我覺得你整個人都融化 自製生巧克力派 超大塊70%的苦甜巧克力 與底部帶點鹹味的餅乾一起吃 又是一個甜鹹合一的衝突美感 另外還有重乳酪起司派可以選擇 超濃郁超紮實的重乳酪 讓你愛不適口越吃越快樂 我說Ruby是不是很衝突 肚子明明吃得超飽 但是又還想再吃 就跟剛才美食的構造一樣 你看他們的組成那麼地衝突 可是味道又很合拍耶 對啊 你要不要吃吃看這個 我真的不要 收起來 經過討論 我們一致決定 本店最推 拜拜 有許多帽子的店就到囉 查理 我在烤肉耶 很危險耶 你在烤什麼肚子餓了啦 烤雞啊 烤得好像有點焦喔 早知道就拿那個豬血糕烤 比較看不出來 這不是焦的問題啦 為什麼每次都這樣 算了…我不吃了啦 現在下雨了 你趕快給我一個帳篷 我要去休息 在那邊 你趕快去休息 帳篷在那邊 救命啊 查理 我們在出來錄影 我要帳篷 我不要露宿街頭 那是一個紙箱耶 真的嗎 幸好還有法寶喔 有風向在那邊喔 跟著那個球去冒險 它會帶你去一個錄影國度 為什麼這一集 就不能讓我好好的錄個影 下大雨了 先走一步 先走 跟著球 不行啊 真的好累 我要休息一下 雨下得真大耶 奇怪 我就follow球來 球怎麼來 球到了 球來了 球來了 你看 你看 這不是世界七大風的名字嗎 露營區 得來全部費工夫 到了啦 到了啦 走 下大雨也能享受 有如野外烤肉樂趣的地方 在這裡 只要搭乘捷運松山新夜線 走到台電大樓站出口四處來 往前順著濕大路走 過了近江街的巷子 看到門口有 世界七座著名山峰的 方向指示牌就到囉 小心 不要亂出去 台灣有熊農伴 我要的就是這種帳篷 比早上那個紙箱好多了好不好 這樣才會有露營 而且還有戶外野吹的感覺啊 是不是 所以我才知道他帶妳來這邊 這邊超強 連我自己都嚇到了 但這邊也太chic了吧 怎麼又冷氣啊 對啊 一年四季 刮風下雪都可以來這邊野吹 對不對 超強的 煮東西吃吧 來…吃東西 好香喔 這位感覺已經佳穎許久 還有自己的煮咖啡器具耶 你好… 老師 我們現在報名童子君的 是 你好… 我們的店長 我們的Bruce先生你好 是…你好 不好意思 來這邊打擾了 為什麼你會創造這麼好的空間 來這邊露營耶 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喜歡戶外活動 是 我也覺得台灣是一個非常適合 戶外活動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可以藉由這樣子的餐廳 把大家真的帶到戶外去 喜歡戶外運動的Bruce 覺得台灣是個上山下海的好地方 希望把戶外的魅力 跟大家一起分享 因此在室內打造了一間 野餐露營風格的餐廳 來 喝一杯摩卡湖煮出的咖啡 是不是真的好像置身在 野外露營的感覺啊 這太誇張了啦 這個太豐盛 這個露營野餐風格 光看我就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全部吃光光 我不敢置信耶 哪有人露營吃這些啊 妳看 今天應該很快就來這邊了 對啊 早上那到底在幹嘛 我考這麼辛苦 真的是 來…妳要不要餐具 餐具拿來 我已經受不了太餓了 妳要什麼 我需要刀叉 我還有烘蛋耶 刀 叉 還有什麼 湯匙要不要 湯匙 湯匙 來 好 我也要 好 妳先吃妳的吧 妳剛說這是什麼風 這個是野餐風啊 我覺得一般露營的時候 你知道不是都很客難嗎 是 有什麼吃什麼 現在竟然有這種下午茶 這是Franche Toast耶 太誇張了啦 法式吐司套餐超豐富 還包含油醋醬的食蔬沙拉 淋著覆盆莓果醬的新鮮優格 以及香氣四夷又埋著滿滿蔬菜的 鑄鐵烘蛋 這樣的野餐組合也太誘人了吧 再來吃牛肉的朋友看這裡 煎烤一板牛排搭原味椒鹽 超大塊粉嫩 半肥半瘦的煎烤一板牛 鋪別來的牛肉油香讓人口水直流 一咬下去 那個牛油的那個油花就 一直都擠出來了 噴出來了 而且一板牛的這個部位 它有帶筋 所以會有一種嚼勁 享受嚼勁的感覺 最佳綠葉的香甜炭烤玉米 與糙米野菇竹飯 都能讓你感受大自然曠野的氣息 燙… 看是不是還有外面烤肉的感覺 都煮好了啦 攀眼 當然 要喝粒粒皆辛苦 但這個擺盤真的很有Feel 真的 你看 超豪華的 我想問一下這樣是一份嗎 當然 這個蔬菜盤也是一份 當然喔 它種類非常多耶 拜託 我們是在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是 你想像我們現在在山上 在露營 就是要吃很多東西才有力氣 對不對 就是這種概念 它用這種概念 然後來幫助你融入那個情境對不對 CP值非常的高耶 誰能想像得到 現在就是我們泥魚就冷氣在睡 對啊 你看 我們變成肉食動物了 我們先吃肉吧好不好 我看到肉串就受不了了 既然是露營 我就要用露營的豪邁風格 好 大口咬的吃 咬吧 炸… 小心那個插到妳自己 好好吃喔 妳吃的這個是 應該是雞喔 那是雞胸肉 可是不柴 然後它上面的紅椒粉有沒有 這個很提神耶 怎麼樣 紅椒粉 你剛剛整個人又醒了 真是被蠟醒的意思 好好吃喔 我這個就是牛肉串子 光是聞這個牛肉的味道 就好香喔 它很不懂香料的感覺 對啊 看到這個就變獅子 耶 你倒… 征服了這頭牛 那牛五花 非常有嚼勁 烤肉串的種類 有牛羊肌等選擇 塗上橄欖油與獨特香料 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食物 最真實的原味 完了 後面還有主菜 我現在就已經快要飽了 主菜 等一下你就知道 還有一個最厲害的主菜 馬鈴要出來了 那到底是什麼呢 食物 演太久了… 各位觀眾 還記得它嗎 我不是把它丟了嗎 對 我要跟妳講 今天我原本要烤一個 很好吃的雞給妳 但是因為烤錯了 但是沒關係 我們還有更好吃的 這叫什麼 馬鈴烤全雞荷蘭爵 我已經準備好了 妳已經有手扒雞的概念了 沒錯 這叫… 來…我先介紹一下 然後順便幫妳服務一下 好不好 妳看 這個 我不能就直接這樣子 整隻捧起來啃了嗎 當然可以 但是 我… 一人一半嘛 感情不會散嘛 馬鈴烤全雞荷蘭鍋 嚴選頂級烤雞 搭配台灣原住民傳統香料 馬鈴 經過慢火熬煮12個小時以上 肉質超軟嫩 到底有多好吃 我們來聽聽大安 吃小吃貨如比的分享吧 它肉質感覺超鮮美的耶 喂 這個肉質一直在滴耶 你有沒有看到 好…趕快來了 天啊 怎麼樣 馬鈴 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我沒有吃過馬鈴 它有一點帶鹹的那種香料感 帶鹹的香料感 然後把雞油烘托出來了 雞油的香味跟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它的肉好像 似乎一咬就一劃就 就軟下去了 真的 因為我剛才偷偷問了博士 他們會幫它馬鈴雞耶 你說煮它之前還會先馬鈴雞 對啊 幫這個肉馬鈴雞耶 所以超暖韌的耶 天啊 而且這用手撕真的好爽快 真的耶 就有一種回歸到原始野味的感覺 你看 真的用手撕其實 你看原始的食物 就用原始的方式去吃它 裡面是什麼 它怎麼有蛋在這邊 不是 這大蒜 不是 可是還有 這是麵包耶 為什麼要把麵包塞在雞裡面 我第一次看到 對 通常都是塞米對不對 讓我來吃吃看 感覺這好像是 吸收所有雞的日月精華的麵包 Oh my God 感覺吃這個麵包 好像我其實可以不用吃雞 我就知道這個雞的味道是什麼了 這樣子嗎 那沒關係 它雞油全部在裡面 你可以不用吃雞嗎 我只是比喻一下 但是我講真的 如果早餐有賣這個 買一個就等於吃一隻全雞的 藏在熬煮入味烤雞裡的麵包 吸飽了滿滿的雞油 讓你吃到烤雞的精髓 再喝一口高湯 滋味豐富 淡雅清香 對不對 你會一直品嘗那個後勁 那個尾韻 這個真的滿足 因為蔬菜的甜味 再加上雞油的那個香度 全部都在這一碗 感覺一隻雞的精華 就在這個湯裡面 真的耶 你看 你試試看 做那個聲音 就有沒有感覺到 那個味道又回來 我弄不出來 馬告烤全雞荷蘭鍋 用原始的方式吃到原始的味道 沾著獨門馬告配醬 雞肉口感更豐厚喔 野外露營除了吃烤肉 還有一個風靡世界 大人小孩都愛的 烤棉花糖 這個黑色的是巧克力耶 這個東西太夢幻又太邪惡了 而且這個巧克力 好像我小時候喝的 阿華甜那種感覺 怎麼可以棉花糖 下面又加了巧克力還有餅乾 它怎麼可以做到 這麼邪惡的事情 真的 好好吃喔 這樣子我會一口接一口 把它吃完耶 拜託留一半給我 美國露營 夏令營必吃的烤棉花糖 外皮酥脆綿密 包著肉糊糊的巧克力醬 每一口都會感受到 猶如粉紅泡泡浪漫的包圍 乾杯 這個露營真的是一個 完美的ending是不是 不管外面一年四季 刮風下雨 你都可以來這邊用餐 也不怕被蚊子叮喔 沒錯 你看 我有 有一隻雞被那個颱風吹走 我們還在那舒服的用餐 經過討論 我們一致決定 本店最推 來 請 查理Ruby真心推薦 馬告烤拳機荷蘭鍋 延選頂級烤雞 與原住民的傳統香料 馬告一起熬煮12小時以上 鮮嫩狗味 用手抓著吃原始風味100分 只要搭乘進嵩山新天線 坐到台電大樓站出口四處 來往前順著四大路走 過了近江街的巷子 看到門口有世界七座 著名山峰的方向指示牌 就到囉 更多訊息請上網搜尋 GoGo捷運 有活肉 真的太辣了 咬不到 好過癮喔 大家抱金剛郎 太過癮了 金剛郎露營應該就這種感覺吧 這樣抓 好像可以扔老腰 我是吃素的 金剛 真是好過癮喔 怎麼口味我就可以各自一點點 明明是室內 為什麼要把自己搞那麼浪費